會不會一個是新聞團體和諮詢意見 也沒有一個既定的立場 我想最好就是諮詢這個過程中 大家充分表達意見 我們也強調了兩點的重要 一個繼續要尊重新聞的自由 第二個由我上任到現在 我都很希望能夠支持好本土新聞業界的工作 的保障和繼續的培訓 謝謝